吴征易 蔡西桃两位 可以说是中国植物学的奠基者 我们今天关于我国大部分植物的认识 定名和分类 都是来源于吴征易院士 而蔡西桃先生则带着一批年轻人 在曾经蛮荒的葫芦岛上 创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 你看他们每一个人乐的 就是精神饱满 其实那时候很难 他们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时候 那我们家那个房子也是有点大 八个人就住在我们家 打地铺 被子是混盖了 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 就两三个人滚在一起 两床被子就是那么过了 那时候您知不知道 他是这么深学问的科学家植物学家 当时的时候不知道 我也比较看不出来 我们现在云南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植物 然后不仅仅我们自己有外来的 就要得以我们一些先辈的植物学家 他们在云南的一种考察跟研究 这个就是蔡西桃 蔡西桃先生他是一个 还关照人民的人 他深感到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资源 但云南却这么穷 所以他从一个垂脆的科学家转化成了一个想要发展民生的 所以他提出了一句话叫做 积国家之所积 积人民之所用 便野生为家生 便不用为有用 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可可 腰果 芒果 椒麻 像什么波罗蜜 这些都没有的 真的 所以这都是 这都是这些老科学家引过来推广来的 老科学家引过来推广 然后让人民都一起来种植 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富裕起来 来自于民 方便于民 对 到了七十年代我们就开始研究药物 像这个龙血节早期都是进口的 你看这个窗外 我们为什么留了一个窗户 就是 窗户外面这树 就是这边最大的龙血树 作家盐水白他在1962年的时候 给我们提了一支非常优美的诗 双手劈开葫芦岛 罗嗦如带绕 撒下奇花异果千种 边垂桃桃圆好 借问葫芦出的什么药 不平常的淀粉 药材 油料 愿人民长生不老